国盟主席慕尤丁向自由今日大马透露 如果国盟在六州选举胜出 土著团结党领袖将出任许兰娥和森美兰的州务大臣 而一党领袖则担任吉达、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大臣 至于槟城首长则似乎选而未至 对此地政部部长尼克敏的政治秘书张玉刚提醒 这显示一党要执政槟城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 张玉刚今天发文告表示 一党要在槟城推行极端措施也不是虚张声势 兵州选民不能对即将来临的州选掉以轻心 他强调兵州作为抵挡绿朝的最前沿战线任重道远 张玉刚也批评一党领袖过去六个月发表各种的极端言论 对开明多元的国人来说是严重的威胁 一党执政的州属禁赌、禁酒、禁投注战 又进演唱会 前几天甚至对穿短裤也看不过眼 已经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